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加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2003年的一天,河南安阳市黄河边有一位钓鱼的老汉,连见着时间不早了,就打算收钢回家,但正在此时,他突然看见鱼竿向下猛的一弯,老汉知道这是有鱼上钩了。 连忙将鱼竿拉起来,谁知钓上来的却不是鱼,而是一只造型奇特的铁王八,只见这王八背上刻着几行看不懂的字,还插着四只剑,老汉隐约感觉这有可能是一件古董,便带着他急急忙忙回家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他就将铁王八送到了当地的博物馆,想请专家鉴定一下。 博物馆的专家一看这铁王八的造型,就激动不已,后勤鉴定,正是他果然是一件无价之暴。 专家告诉老汉,这不是铁记,而是青铜器,而且还是三千多年前的商朝青铜器。 这个器物的名字叫青铜银,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,而这件青铜银背上刻的字,正是商朝的青铜器名文,也就是经文。 他记述了秉身日,商王行至环水,射银,商王射一件,作册斑射三件,全部名中。 商王就把射货的银赐给了作册斑的故事。 博物馆的专家还表示,这件青铜器除了年代酒勇外,还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,因为它能为研究商周时期的设立,提供重要依据。 老汉一听,立即就将青铜银捐给了博物馆。 现在,这件青铜银已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,并被命名为商作册班青铜银。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,应叫刘伯温。 明间传言,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,居然需挖诸葛亮的墓,结果挖出五个大字,吓得他魂飞魄散,惭愧不已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